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梦想街57号 前门事务所 好 庆雪 你会不会到了驾驭的时候 就想要离开台北城 因为我们平常上班真的是太繁忙 太拥挤了 会不会想要出去走走 会 因为现在交通非常的方便 你坐着这个高铁的话 不管是你要去桃园 要去台中 要去高雄 都非常的方便 尤其是桃园这个地方 桃园这个地方 从台北市到桃园的话 很短的时间 大约是15分钟到20分钟 你就会到 没错 其实搭着高铁 从台北站到桃园站 大概平均每趟班次 从17到22分钟 我们就抓个19分钟 你就完全来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特别是现在要注意的是 就是未来 应该说从现在开始 清浦就真的是非常的热 清浦的定义就是从机场捷运的A17站到A19站 这边都是我们的清浦 那我们就想请教董事长 到底这A17 A18 A19到底有什么魔力让大家那么期待 这个清浦这个地方 其实490公顷 目前来讲 490公顷 光公共建设超过600亿 490公尺 它有这么 就还不包含私人的 光是政府就600亿了 再加民间那就不得了 差不多 大概会超过1000亿 这么小的一个地方 能够公共建设有这么庞大的资金投入 你看看这个房子价怎么不会炒上来 其实我最近去清浦这附近去看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公共建设它其实基本上都已经到位了 都全部都可以看得出来 包含我们看到比如说恒山书法艺术馆 然后还有亚洲矽谷的一个创新园区 还有桃园势力的美术馆 另外还有流行音乐中心 也就是说你不管是文创 休闲 美术 艺术 运动 这里全部都可以看得到 对 而且像我上次去那边走了一趟 发现像A19站这边 其实就已经开始有所谓的智慧路灯 而且A19站这边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国际棒球场 很多大家最爱的Lamigo就是在这里 而且像我去年跨年的时候 我一直在这边听五月天的演唱会 就其实呢 这边已经开始 A19站它定义的就是一个体育园区站 就是把这边整个热闹会展中心都给带动起来 然后呢 当然我们来看看 A18站这边不只有桃园机场捷运 而且还有桃园高铁站 等于是这边汇集在这里 所以这边的建设更是最主要的商业中心是不是 那是当然 如果说A18站来讲 目前光这个国泰商务城这边 大概就分四起 有亚洲最大的水族馆 这个饭店 我想这个还不只是这样 战权 战权这个七一 好几十公顷还未开发 这个市政府大概慢慢会规划出来 光这个战权这些商务 就不得了 它有一个相当宏观的规划在这边 董事长 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的一个开发 大部分是集中在这个华太明电城这附近是不是 因为这个是18站 这是18站 那另外在19站这里呢 19站 19站这边 目前棒球场已经早就完成了 对 这个区域是贯德 这个在会展中心 它的对面 就是这边有一个美学校 最主要这个投资 好像快到30亿的美术馆在这边 所以这边以后文创加上商业区 都这个区域里面 大概目前 目前这个区域发展得比较快 这个地段的话发展会最快 因为这边没有限高 这个区域有限高 有机场的关系 所以这个没有限高 一些大型的建设 它会从这边开始 所以重要的一些建设 或者是建筑公司的话呢 其实基本上都在这边布局 其中也包含了我们这个 宜雄建设的董事长 在这里有推出一个案子 叫做宜雄大名柱 那么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宜雄大名柱 好 大名柱 最大的不同 它是一副一梯厅的设计 在地点来讲 它面对美术馆 一般的豪宅型 它最主要就是一个景观 面对了这个美术馆 这个是很难得的 而且捷印站大概不到200公尺 所以说它这个地理 交通都方便 以后前面面对的是一个美女学校 这个文化气息这么多钱之下 我想这个案子应该会相当的一个成功的一个案子 因为之前清浦在热的时候 房价有往上特别炒的特别高 那像现在房价经过慢慢慢慢的修正整理 现在我们房价这一代的定位大概多少 这个其实看建案 看说它推出的一个建案 它的一个特性 其实案子就是要有特殊性 对 从品牌到位置 但是它有一个修正的区间带 大概觉得清浦这边到底是大概有多超值 你说以价位来讲 以前 现在 虽然我大名租来讲 我一瓶售价在应该要超过30万 以后 先跟你们透露一个好消息 以后这边的房价 我想预估会超过40万 这个是事实 因为你看在这几年中间 所有的公共计算是到位 你看光这几年 它案子的推案量就倍增了很多 表示说这个发展的潜力 绝对是有 而且刚刚集结通车 以后是很方便的 以这个案子来讲 我个人的公司都设在里面 还有好几家 当市长自己住在那里 公司 还有几家的建设公司 正在洽谈 都想进驻在里面 表示这个方便 所以这个案子应该算会做得比较成功的一个案子 它的位置非常的好 它位在这个A19站这里 那旁边的话呢 还有这个购物中心 另外呢还有美术馆 然后呢还有体育棒球中心也在这边 所以它的位置非常好 那它的一个定位到底是定在哪一边呢 它是一个大部分是大坪数的为主 还是说一般的一个坪数 因为这么好的地点 对 它定位一定要是坪数要比较大一点 就是一个豪宅的定位 这么大的坪数 这么好的地点 你说盖那个小坪数 对这个地点是很可惜 所以我这个都是50、60、70以上 这个算比较豪宅型的 所以规划呢有这个50平的三房 以及58到70平的呢有四房 所以以豪宅的一个形式呢推出 但是呢是非常亲民的一个价格 是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 其实像我们刚才到A18站 我们既可以坐桃园机场捷运 也可以坐高铁嘛 那坐高铁过来到A18站 其实从太平车站到A18站 只要19分钟左右就能到 那其实距离台北车站19分钟 党生长来帮我们比较一下 通常这样子的距离啊 台北已经都涨到多少 青浦大概多少 现在青浦的 依我这个大名字的房价 虽然是30万的售价 可是还是在成本的边缘 你买房子的话成本 你一定要了解它的成本 它的售价成本 你说据实算30万 在青浦7亿额算高 可是还是接近成本 建商也是没什么利润 反观我们台北 其实建筑成本都差不多 只是它土地取得的便宜 成本高而已 再高 而且再高也不会说差得太离谱 而且台北市这个评效 我们建设公司讲的它的效力 比青浦的高过好几倍 所以算一算 以台北这富度星这些房价 如果说一建商的话 利润相当高 我这个老实讲 再怎么做也是接近边缘 所以这个房价 现在进场 因为是成本的边缘 是绝对是适合的 一个时机点 绝对是很好的一个进场点 我们从信义区坐捷运到台北车站 也差不多就是十来分钟的距离 但是我从台北车站坐高铁到青浦 也是一样同样的时间 但是你看这个房价比一比 可以差到多少 从最低的一字头到 其实青浦现在差不多 二字头三字头左右 那你看信义区抓九十万 都还算便宜估计了 对不对 这里面差价其实差得非常的高 这里面的话其实是 你省下了这个时间成本的话 其实算一算的话是一样的 对 但是你的房价 房价的话其实就差了非常的久 一平起码差了一半 四五十万绝对有 是 那你如果住到淡水区的话 淡水现在的价格也是不得了 但是淡水的时间的话更久了 搞不好你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 你才会到淡水区 但是那边的房价的话也不便宜 不便宜 那唯独这个青浦这里的话 距台北市区的话是比较近的 但是它的房价的话 其实大概是二字头三字头左右 但是我问一下这个董事长 那么现在的话 大部分主要的一个客群 到底是哪里来的 是台北市过去了 还是说桃园当地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台商回流 听说这些台商回流的话 已经有一些人 已经开始在青浦当地 做自残的一个动作 因为回到台湾 就是直接就几乎到家了 从桃园进来对不对 对 因为台北 我这边的客群 大概台北的客群占60% 表示说因为交通变局 只有60% 很简单 台北市90万 我那边30万 我那边买50平 台北买50平 我那边可以买150平 住得多舒服 也是几分钟的车程 这个绝对是很划算 这些到时候 以后青浦的话 房价再高一点的话 你就赚到 对 所以台北市的民众 大部分到青浦去制裁 对 然后科技新贵的人回台湾来 也会去这边制裁 那有没有港商 有没有香港人 对 有没有香港人 港商其实比较少 比较少 至于法律的关系 规国的华侨 规国的华侨有 有喔 因为之前我听说有一票 规国的华侨都跑到青浦去 台商 台商很多 对 因为他这个 就刚刚主持人讲的 回到这边就已经回到家了 对 捷音只是坐 五分钟就回到他的家 他当然很方便 所以这样听下来 其实拿这个通勤的时间 来换取房价的空间 其实一样的时间 但是房价的空间 差个两倍三倍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是 有机会的话 不妨大家可以到 这个青浦站的 蟻熊大明柱 好 来看一下 也可以顺便去找一下 这个董事长 喝茶聊天一下 他现在的办公室也在这边 欢迎各位能够去参观一下